大家好 今天我小外甥来我家 他第一次看PS5 我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演示 而且让他体验了一下COD19还有原神 他说感觉很好 画面手感都不错 但是当我提到了价格 就直接把他给劝退了 我跟他说的这番话 对于一个不认识 不知道PS5价格的同学 应该挺有帮助 所以我做个视频 从头讲一遍 我是怎么跟我小外甥讲的 我就在视频里面重新讲一遍 首先这PS5国行的光驱版是4300 多买了一个手柄 一个手柄是450 都是人民币 我给他演示的使用召唤19 我买的是数字版 花了500块钱人民币 他觉得有点贵 但是我跟他说 可以买光盘版 光盘版比数字版 首发可能要晚几天 你玩完之后还可以把它卖掉 你500块钱买的 玩了一个月 可以卖400块钱 他觉得这种方式还不错 其实PS5里面很多新游戏 都是可以这么玩的 可以买光盘 然后玩一阵子通关之后 再把它卖掉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还有买会员 我就没跟他想继说 因为比较麻烦嘛 如果你们想知道会员怎么买 大概什么价格 搜一下我之前的视频就可以了 仍然是这款游戏 我给他玩的是对战的模式 这种模式是需要联网的 那这样呢 就得需要买一个会员 一个会员 一年要500人民币 但我只跟他说了会员 我并没有跟他说 这个二档会员一年还能体验 200多款完整的游戏 然后呢 如果要玩这种游戏的话 我们国内的网络是不行的 还得买一个加速器 这个加速器呢 盒子是200左右 这是盒子硬件的钱 另外还有软件就是那种网络服务的钱 那个呢 一年是小200 差不多就是这么多钱 然后他听完这么多之后觉得 还是买电脑吧 因为他最近想买电脑 我也给他体验了一下 我的电脑 玩游戏的一个 什么水平 然后又给他体验了一下PS5 我之前做过很多关于选PS5 还选PC 这个视频也作为给一些 小白同学 新手同学不了解PS5的同学 一个参考吧 确实是花不少钱 在我外甥眼里 买这套东西 估计得花个五六千块钱 而且PS5只能玩游戏 他不能干别的 如果你买个PC 还能干很多别的事情 但是我给他演示PC 暗影火炬城 还有机品费这21的时候 出现了蓝屏 还出现了死机 然后我跟他说 你要买Switch 玩Switch 或者玩PS5 是几乎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一怎么选 我就不多啰嗦了 还有没点到的地方 欢迎评论区见